古人说上善若水,意思是做人应如水一样,滋润万物,不争高下 其实,水不仅仅是美好的代表,不同类型的水还能对应不同的性格品质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从一出生就与水结缘,每个不同的出生月份、功力 其实就是一杯不同的水 快来看看你属于哪一种水 一月出生雨水,多愁善感 一月出生的你,就是雨水,多愁善感是你的代名词 你总是喜欢幻想,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都说你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 在感情里,你十分忠诚,认定了的人就会死心塌地,是难得的忠诚伴侣 不过你总是患得患失,喜欢多疑,也因此容易在感情里受伤 你喜欢单纯美好,性格直爽,讨厌阿鱼奉承 二月出生泉水,善解人意 二月份出生的人,最能善解人意,像滋润生灵万物的泉水 你来自深山峡谷,所以你带有一丝神秘色彩 你性格温和,乐于助人,对待朋友爱人细心体贴,照顾周到,备受欢迎 不过,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懂得拒绝别人,常常成全他人,委屈自己 三月出生露水,盘旭内敛 三月份出生的你,像盘旭内敛的露水,性格偏内向 你心思细腻,做事认真,喜欢安静,不擅长于社交,在陌生人面前容易拘束 但在朋友面前又特别的活泼开朗 在感情上,你是个特别容易吃亏的人 四月出生潮水,热情大方,当伴侣做了让你难过的事情,你不喜欢去争吵 而是默默原谅,面对误解,你也不善于解释 四月份出生的你,像潮水一样热情大方 你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待人真诚,没有任何心机,爱好交友 在朋友眼中你就是他们的开心果 你还特别喜欢分享,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你分享自己的生活 你总是一副天生乐天派的样子,对生活永远充满着热情 但其实偶尔在深夜,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累,很需要人照顾 五月出生茶水,气质非凡 五月出生的你像茶水,才学丰富,气质非凡是你的代名词 你举止如雅,谈吐不凡,有涵养,由内而外散发着魅力 无论在学习工作中,你都是佼佼者,但你为人却很低调,不喜欢张扬 在感情上,你比较踏实专一,你有严重的感情洁癖,对于出轨这种事情绝对是零容忍 六月出生的人,像酒一般,明辨是非,敢爱敢恨 六月出生酒水,敢爱敢恨 感情里,你爱增分明,相爱的时候,用尽全力对对方好 离开的时候,非常决绝,绝不吃回头草 你也是天生的情种,为了爱情可以不管不顾,甚至迷失自我 每次受伤的时候,都说以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但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又开始去投入爱情 七月出生汽水,乐观豁达 七月出生的人,乐观豁达如汽水 你心怀大志,坚强勇敢,总是有源源不断动力 保持着战胜困难的勇气 生活中的苦,在你眼里从来就不算什么,咬紧牙关挺过去 你还常常给身边的人带去正能量,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和你交朋友 对待感情,你比较洒脱,拿得起,也放得下 不会让自己受太多的伤害 八月出生开水,内心明朗 八月出生的人就像一杯白开水,内心明朗,心胸宽广 你讨厌谎言和背叛,喜欢纯粹,简单和真实 你总是比同龄人成熟,能看透人生,知道平淡是真 不喜欢追民主力,把更多时间花在家人身上,对家庭尽职尽责 家庭幸福美满 你具有天生的领导者气质,身边的朋友都喜欢找你来拿主意 九月出生海水,热爱自由 九月份出生的人,像海水一样,潇洒爱自由 你热爱生活,活得潇洒,不管生活在哪里,你总能把日子开出花来 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且会定期去经营它 而且你特别向往外面的生活 总想去看看这个大世界,喜欢旅游,喜欢探险 在感情上,你是一个特别出众的人,你拥有迷人的魅力 所以异性缘特别的好 但是因为太糟人喜欢了,所以你也总是不知道真爱为何物 十月出生湖水,稳重它是 十月出生的人,稳重它是如湖水 朋友都说你是一个很靠谱的人 在感情中你也是一个能给对方安全感,能够托付终身的人 你对自己要求极高,在工作上力求精细,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在感情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希望对方能够毫无保留的爱自己 十一月出生溪水,活泼可爱 十一月出生的你像溪水一样,充满活力,聪明可爱 你身上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常给身边的人带去快乐 你的鬼主义特别的多,大家都说你是个机能鬼 你的性格特别可爱,让人想要清静和保护 但你有的时候又会有点莫名其妙,会变得突然伤感 十二月出生河水,智慧勇敢 十二月出生的人,像河水一样智慧勇敢 你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 你很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并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你的人生很河流一样,比较波折 在前半生,你吃了蛮多的苦 但你的未来比较光明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和暗示,就一定能挺过去 你对待爱情,比较勇敢无畏 会大胆地追求自己幸福 不管结局是好是坏 你都愿意飞蛾扑火,为爱痴狂 看到 Quan าก 神谷 神谷